白色轿车违规左转 警方发现马上跟车鸣敌 示意车主停车接受盘查 但车主不但不配合 竟然还加速逃逸 远景鸣敌狂追 但驾驶铁了心 一路蛇行逃窜 但右转后选出路线 前车挡个正着 眼看就要被捕 驾驶干脆放手一搏 倒车冲撞远景 下车 眼见驾驶撞了上来 远景立马掏枪 对着轿车轮胎连开两枪 附驾男子高举双手 束手就擒 但子弹不巧只射中板筋 还是让驾驶流之大忌 你投什么 我没有投 他是谁 事发在去年一月 车内两人疑似持有毒品 遭遇盘查心驱逃逸 正心附驾试图撇清责任 但警方搜出 安非他命及电子棒称 仁赃俱获 和远景上演飞车追逐的 许姓驾驶 当天傍晚也主动到警局投案 但据检还冲撞远景 造成远景全身多处挂彩 两人都被依毒品及妨碍公务等罪送办 如今判决出炉 因为遗憾受伤远景和解 法官也判处许姓驾驶 有期徒刑三个月 缓刑两年 接着黄一峻游桃台北三方报道 我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树的 那再来呢还有这一种款 这我们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了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